谢谢 初见上回 接受了一段雍征县侠图 上回说到 豪尔侠盼山未果 派进去好文字 没想到夫妻殉难 那么豪尔侠回来 来了一老道 同林 一干众位侠客 到年宫馆外边接这老道 自称能治 钦差年耕窑的 这个木籍 我能治 那打听打听 先长您 贵处是 我是 胡广 胡广荆州人士 您贵姓姓孙 怎么称呼 双字思淼 姚王爷 孙思淼 您怎么上这儿来的 凤玉帝赤子 降临凡金 文听说 钦差老的人 被困奉乡府 那么 已然中了 毒了 我呢 我呢 是前来 大救于他 而整 不必麻烦 头前 待路 这个老道 说起话来 也严肃 很认真的 但是 但是大伙不信 为什么呢 这些位都是人间的夹刻 都有能耐 这是第一 二一个说 这三四秒 唐朝人 要王爷显上 这谁能相信呢 三一个 这位的岁数 可疑 二十多岁 一大关 往大叔 过不去 二十四 二十五 也就这意思 往小时候 可能将二十 长得面嫩呢 谁不知道 要王爷 庙里都宿定 神像 都是老头 所以主要的 你就真是老头 也不敢让他随便的 给大人求病 这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您有 什么 工作证 介绍信呢 身份证 到哪去了 一检查 确实有您这么一人 跟单位一联系 能确保你的身份 这才能够 让你给人瞧病啊 大伙儿听不信 小老大就在门口站着 同龄说 你们几位啊 也别得罪 要王爷 好生的款待款待 大伙儿就明白了 替同龄看着点 别让他们跑了 几位老侠 心了话说 甭管神了鬼了 有我们老几位在台 跑得了吗 同龄说 我怎么也得跟 钦差老人回一事 这才叫 有病乱投医 实在没辙呀 大人 自从中了这个毒之后 那么这个双目不能够好 这还是要是小事 最主要的 这个年代人真要说不治身亡 朝中再派能人 购奔建山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眼睁着 四川城东府数万灾民 这也瘦不叹呢 这等着钦差镇凉呢 跟大人说一事 进了年工馆 到里边 上书房 说这个书房 很讲究了 那没有 因为这临时征用 这个行园那里边 比这个一般的民房 要好一点 但比北京 那个年代人家宅里边 那太圆了 到了书房里头请安 年代人怎么样 太痛苦了 大家眼肿胀 跟桃那么大 眼泪都没有了 这个这个 头痛欲裂 后来就死了 因为这日子太长了 大人 你听着童林 大人的耳音现在练过来了 你们睁不开眼呢 跟谁说话都得听声 原家还得问 大人谁呀 我上海川 哦 童林哪 现在不用 一张的说法 就能分辨化 什么事 有人能治您的眼睛 但是我们不敢让进来 怎么样 自称是孙思淼 连的人都疼晕了 孙思淼是谁 您这官怎么做 孙思淼是药王爷呀 那科的大夫孙思淼 外科的大夫华托高 孙思淼药王呀 让他进来 让他给人抢 让他给我抢 气得着急 纵然治不好我这眼 不加深我的痛苦也就是了 这个野老道 走江湖 卖野药的 不足以为信呢 哎 还说你怎么了 我现在身中其毒 还有什么活不出去呢 大死就是一条命而已呀 但是病之有缘 倘若说这小老道进来 真药王也罢 假药王也罢 能够减轻我的痛苦也是好的 两个进来 凯川一听那好办了 怎样您抢得出去就行 这么些人 环似于四周 即便真有歹意 大可能李师把他拿起来 同龄 这儿是领命往外走 到了外头一瞧 嘿 几位匣子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前边一个后边一个 很恭维这位药王爷 不住的陪笑着点头说话 暗含的呢 就给控制起来了 但这位呢 心里看的意思是很坦然 谈笑风生 跟这几位老侠呀 正聊着 大伙一条铜铃 顺里边往外走 怎么样啊 黑川 青柴老大人 请这位进去 给大人施衣手术 几位老侠一听 还很信任他 那行 那咱们大伙都跟着进去吧 嗯 药王爷 老仙长 学态二十多岁 来得这么客气 那老人家 一架了 构奔公安里头 咱面见大人 好 无量服务 投钱带路 大家伙一贯门 敢让他书房那屋 药王爷 孙思廟 脉步一瞧 上作者 正是钦差 年增瑶 也不行礼 也不下跪 无奉 欲敌 赤之 来到人间 今见钦差 二目呼噜 你中其毒 那么时间 很有限 咱们得抓紧了 别的话不用说 你坐路了 来人 打一盆净水 然后 把干净棉花拿来 大伙说 这个手术 您怎么做呢 你们看 我这有这么一宗药水 我把这个药水 对着这个盆里头 对着这一盆 清水当中 然后拿棉花 蘸着 就给大人这么擦 可是有意见 擦上之后 当时减轻他的疼痛 一会儿可能去留点痒 敢把这痒劲忍过去 就能开幕失误了 也不用这么三擦五擦 就是擦这一回 就能够去根 大伙已经神了 您这个钥匙叫什么呀 有个小名叫 大宝莲花鹿 大伙一听 这就怕 药对了症 你吃错了药 多好的药也不管用 本来这位就上火 在吃二军人神 那您怎么怎么受了受不了 怎么补 我不懂 我也不是大夫 据说药有 多是多是反 不能吃错了 简单说吧 这位打一说出来 巴巴莲花鹿不由 则众为 颜色脸上动笼 太难找了 在谁呢 在铁脚药的高飞那 高飞现在 亡命江湖 你还慢说高飞 他是剑客门徒 他师父大合成会宾 武术绝伦 那高飞能不能再不济 也是个把势将 更何况他的武艺很了得 就是落在寻常人的手里头 他想拿 好吧 他不想拿 天下之大 随便找哪 塞一小玉瓶 谁知道 就是他随身带着 他我想毁他 不过是轻轻往地上一摔 就算把这一宗质宝 给毁了 那大人就完了 竟听说巴巴莲莲花鹿 谁又见过呢 不知道是不是这宗解药 这宗宝贝 大伙一听 要王爷 说出来这名字 反正是贴谱 能跟药您带着 废话 不带着我干嘛来了 都不要说话 大伙保持安静 做静一点 由怀里拿回小木匠来 硬木匠 讲究 上面有铜锁 挂着铜锁 铜锁边上挂着铜钥匙 一把钥匙对一把锁 轻轻的把锁打开 摘下来 把硬木匠打开 里边呢 吃个玉瓶儿 玉瓶呢 塞着三 拿腊把口啊 给封上 纵然是不开这瓶 透皮香 淡淡的就有一股清香 闻着让人家 啊 行神 行脑 觉得舒服 那么您看 现在就开始吧 好吧 向大人正坐 这把腊皮去掉 把这三打开 一屋子都是香 大伙一闻这个味 拿眼 都瞧王石谷 都瞧南侠 南侠跟王石谷 是医药方面专家 你广懂医的人 不懂药不行 广懂药的人 不懂医也不行 你还是 给人调病 你除了你知的这个人 通过号墓 通过网门问切 就能知道他 得了什么病呢 但你这些人开药 说你这个 药物从哪来的 啊 怎么种的 都知道不可能 但也得搭盖其 那是好大夫 医药是通的 你要进山采药的人 广认是药不成 药浓广会种药不成 多少才留点医学 他得吃着这药 是干嘛用的 怎么种 有的跟随说 就是有毒的毒药 那你种出来 你更得小心呢 这个大伙一瞧南侠 跟王石谷 这两位是专家 两位别看 谁凑过来 提鼻子一文 王石谷一瞧 大伙都拿眼看的 自然得发表一种议论 但是不敢说错了 这好药王爷 我在广东 我开药铺 我是坐堂子在 都知道王石谷 天下第一鞭 鞭掃会宾 会宾怎么样 让我拿鞭走一跟头 但是那是副业 主业我是 开药铺的 坐堂的大夫 我随便说 说错了 我这买卖砸了 一辈子清誉 毁于一旦 他拿眼问了一眼 南侠 南侠给他 无量 这个药太好 首先说 从这个气味上 能不能闻得出来 这个香 不是迅香之香 说毒药那种香 那艳香 藕香 藕香 这是淡淡清香 闻着好受 老乡 先生 这个药我怎么一闻呢 这里头有冰片 从来说 我还用问您说 谁闻出这里有冰片 还有射香呢 行了行了行了 您挖粒的 把这个药水 倒在这铜盆里头 没全倒 倒了半瓶 拿丝塞上 还搁在这个小弦里头 弦它盖好了 这也等药力跟那水融合融合 不能全倒 这个万一 这个药力要不够咱们在家 可是药力要过了呢 那半瓶就糟了 这一盆水就不上 够擦 拿这个棉花 拿你这药棉花 蘸那药水 大家就跟那坐 要往孙思苗呢 那意思伸手就要往眼上擦 大家伙都瞧着 现在话说 这个水啊 只要红着毒就行 你擦着眼睛 哪么是有冰片 有凉的这个清凉的感觉呢 咱们这眼的红肿能舒服点 也要好的 质不好也没关系 看那这动作 恍然似乎没有歹意 你要有歹意 给你为能耐打 伸手 大家就先把你治了 就他这么一仰手的功夫 就听到门外的 有人低声喊贺 住手 好大胆的通海团 你的胆量未免也太大点 躺亏这个药水有问题 给大人擦上 大人当时毒发身亡了 哪一个敢担待 这句话说的是童年 骂的可是大口 众位老侠脸上颜色更变 就是要往眼手指哆嗦 把要往眼气坏了 小老大拿着这块棉花 蘸着这个解药的这个药水 心了话说 谁这么讨厌 我这眼然的 就要给那亲家的眼睛都擦上 他这一句话 我都不能动手了 我一动手 反而有嫌疑 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 药王爷是冷哼一声 好 有这么一说 谁拿的台 把这块棉花救世 往盆里拽 不擦 同龄心话说 您这是干嘛 何必 他我们大伙都瞧着 擦的怕怎么的 没能请 门开 门开 顺门外的扔这俩人来 外边这位啊 也狠点 左手逼了一个右手 一个 这手一贯 这手一贯 把这俩人给扔着 大伙一瞧 一个是师爷杨有之 一个是书童 俩眼也肿成那样 为什么 跟老大人一天中的毒 门外头 有一人身穿白衣 飞着旁人 正是改邪归正的九尾宗仪 老爷子司徒朗 司徒朗在门口站着 拿手一纸铜铃 管兄弟 这不现成的 俩喂药的吗 你让这个药王爷 拿这药棉货 先给他们俩人擦 给他们俩人擦 要没事 他那里头不还有 万瓶的药呢吗 重新兑一盆水 再给钦差大人擦 也就是了 说了话 腰厚的一伸手 等出来自己 趁手的兵人 日月五行轮 在手里面的蜜地 拿这轮 这大奸子 一指着药王爷 告诉你啊 甭装神弄鬼的 你活不了 司徒朗这人呐 天生就这脾气 在他眼里没好人 他人一心本来就重 大家照他这方子呢 十万无一失 同林暗叫一声 几老行 要没有这么一人呐 自己真拉不下脸来 自己 过去请师爷 请书童 这个 您跟着大人 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有了解药 大人格外扶序 发扬风格 不给自己擦 先给您擦 师爷傻呀 谁不明白 打我先做师爷 死也得我死 头一个 这打斯多朗嘴里边 说破了 大伙脸还都好瞧 师爷 师爷 苏童 烙鱼 先擦药 还是被火的 怎么也得死啊 你还烙鱼 救大人 所以 苏童跟杨师爷 让司徒朗 扔到屋子里来 他的地方也搭真成 不住的哼哼 也不回嘴 那司徒朗 这个做法 年龙瑶心里 当然是高兴 年龙瑶也拉不下脸来 有司徒朗 那么几人呢 把子全都给磕破了 就 救着自己呀 哎 就下婚了 好吧 海川 就听他的 先与杨先生 跟那个叔童儿 施药 同龄过来 一赔笑脸 一抱拳 冲着药王爷一作义 您受累 孙县长 您看看 门外的站的不是旁人 酒鬼宗仪 司徒朗 老爷 手里拿那叫日月五星过子 比我能耐还大 他这人性格有点偏扯 比较古怪 他说的话是好话 您别当坏法听 可是要为了我们大人呢 也只可如此 您可千万别生气 千万别不安 您先给这二位来来吧 药王爷打这门一开 掉脸一丑司徒朗 心里就直扑他 这人得像我这个凶啊 您知道我是扮了神仙 还拿家伙指着我 干我活不了 等我把他们都医好了 我再跟底理论 哪二位啊 就是地上躺这二位 让大人面前赏唐过座位啊 那都不要紧的 帮我俩凳子 大伙过气 把师爷跟书床揪起来 坐得一大扶住了 师爷 牙眼 比大人那个腾还大 哼哼唧唧 乎呀 疼怀了 疼怀了 哪一位老县长替我手术啊 孙思淼过来了 我呀 乌雅 先给他来来吧 不要紧的 这个药力 这会儿是最好 最浓的时候 到你擦的时候 就没那么大劲 保住你就落点残疾 最后落一二重演 吴雅那要到了老大人那儿 还有半瓶呢 重新兑心的 瞎你反义得累的 杨王爷走到书床跟讲 兄弟 我瞧你也比我差不了几岁 你先来了吧 忍着点啊 胖过的 您多么 这眼是人的心苗啊 您甭说 肿得那么大个儿 韩子们一小沙子都受不了 那药棉花再轻 站着药水擦着 那也受不了 疼呢 人家人家 就拿这棉花 站着这药水 往书床的眼上 这么一擦 刚擦疼 擦了没有几下 你再瞅这书床啊 不哆嗦 也不觉得很痛苦了 哎 他就是往这一座 仿佛很享受的意思 好受 哼 里边有点养 哎 他腰力起来了 别动了 别动了 一会儿等着养上劲过去 先别睁眼 我再给你擦一遍 基本就能去根了 好好好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杨柔之 诗言一听 书童儿得灵了 哦 姑呀 我来一来吧 啊 该到我了 我要替大人试一试 好的都在你这边 一点皮 一点头 就点盆 就点盆 哎 拿这药棉红 你给湿液擦 也是这样 先开始疼 慢慢的觉得 这凉劲上来 凉劲过去 痛苦全消 紧跟里边有点痒痒 别动眼啊 给盆看点搁 再取个干净盆 二次把药水 倒里边 先把水和上 这儿可 书童儿已经能征眼了 给书童儿跟师爷又擦二遍 这才把大人请过来 照搬抓药 头一遍擦完了 大人说 我觉得我这个里边养养劲已经过去了 您别征眼 咱再擦二回 等给年轻差 把这个眼睛擦完了 师爷和书童儿已经睁开眼了 也消了肿了 也消了肿了 整个这个眼督全去了 倒觉得比以前瞧得清凉 哎呀 苏童儿高兴 奔奔之棒 师爷呢 就站在年轻差的旁边 我想大人 我跟您说 有一点痒 哎 这一痒 今儿过去擦完二遍 一会儿就好 我跟您说 这个药水还是很灵的 我替您试过了 大人一睁眼 我用你 睁眼一瞧 面前站 您小老子 岁数不大 倒是有几分的先锋到鼓 可是太年轻了 再一抬眼一看 环历四周 众外老侠 同海川在旁边 唬着担担 海川 这就是药王爷吧 不错 正是他老人家 把您的眼睛治好了 哈哈哈哈 站起身行去报全 药王爷呀 多谢您 大救于我 本亲命 这里是大离 他们在 别别别 我两个 那我哪受得下 您是出了英子皇上 非 是贫道我有能 皆因为数万灾民 感动上天 大家伙都期盼着您到 那么您的这个眼睛 觉得哪不合适 哎 我没有什么不合适 我觉得已经好很多 那就是 这个脏水全都倒掉 这瓶里药也没有了 您就留这瓶 跟那小匣子做纪念就行了 我觉得啊 还是三位啊 别急于睁眼 闭脸啊 再忍忍 明天 哎 睡他们一宿 要天亮之后 应该就没有什么挂碍了 好吧 那就听您的吧 找了一间静室 清差师爷 跟书童三位 闭目静养 奔合下来 外边 设白酒宴 款待药王爷 同龄大家伙 新的高相 这也太容易了 外面小小的八宝莲花路 这是费的多大事 死了多少人呢 那么大的会宾都正了法了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不是 该找的人都没找到 弄自己来一位 这就拿八宝莲花路 给治好了 这也催容易点了 杨王爷厉害 让他外人 大伙儿陪坐 可就司徒朗不来 司徒朗第一 刚才有言语冲突 第二 司徒朗跟大家伙儿 本身就坐不到一块 二十多岁 集中而坐 往这这么一坐 啊 孙思苗 迷神个 金头大 撇春咧嘴 海峡没虎子 要有虎子也得捋我 没有怎么办捋鼻子 同龄亲自拔炸 啊 这个 杨王爷 老仙长 您把大人救好了 没别的 我是他贴身的 就保护着安全的 这烧鸡招大 哎 有了您今天把他 哎 得以治愈 那么这就能够 起码够奔成都 我代表皇上 代表钦差 代表着好几万灾民 感谢您 没别的 我得给您针 就 哪有针 你叫同龄 同亥川的 是 这么些个上年龄的人 都给我引奸引奸的 这几位都是干嘛的 再针酒啊 聊完一会儿 饮酒当中 这个多有不便 怎么称呼啊 好 那我给您引奸一件 您看您下手坐的这位 这个老爷子 他是谁啊 他是 北直立宣化府的人 住在塞北丘林寨 人称独占北方 孝敖头 北极昆仑子 他姓邱 说个字说 叫邱天邱沛宇 人称北侠子 哦哦哦 喝 将听说啊 有个北侠子 邱天邱沛宇 喝的就是您呐 邱天赶紧站下来 因为邱天个儿小 你别看能力大 个子不高 小老头忙起的咪咋 我老先咋 我就是邱天邱沛宇 好 人的名树的影 盛名之下无虚实 一瞧您就是有能位 错非是您换旁人呐 我还真不能赏他那么大脸 给他那么大面子 来佩宇 给我蒸一杯酒 同龄一听 这家伙药容的爷爷 真了不大 一千多岁真敢说呀 唐老人您走不走 管北侠叫佩宇 就是我那个师父 我的师爷 见着邱天也不敢叫佩宇呀 邱天乐了 这是您赏我脸 来来来 说着话给邀王爷 这一杯酒 自己倒一杯 我敬你老人家 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在国一千多年 跟邱天喝一个 这位是谁呀 同龄一致是 哦这位 这位家住在广东 广东龙门县 人称天下 狄辩老侠 王十五 王老爷 哦 这位就是广东的 王十五啊 好啊 有道士 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 圣寺文明 错非是你 换旁人 我不能给他那么大脸 我不赏他那脸 师父 给我震一个 那邱天都震了 王十五更得震了 和您说 您要广让邱哥哥震 不让我震 我这脸没地方 饿了都 那您就是瞧不起我 成王您看不起我 您到人家喝一碗 这这一杯酒 自己身上 俩这么一干 这位是谁呀 童林刚好张嘴 这位一身手 开川别忘 我家住在山东 山东东商府朝古林 蒙江湖上的英雄们粗暗 管我叫圣守昆仑 镇东侠 我叫侯廷 小字叫镇丸 为别的 那赏我的脸 我给您 珍一杯酒吧 好 愿不得人称东侠 为人积景 甚是规矩 我还没让你给我 珍酒呢 你一定要给我珍酒 我喝了 他们俩都不喝你的 倒显着我不对了 真吧 真吧 你瞧 走吧 就开始 三杯喝过去 这一位是谁呀 这位赶紧站起来了 吴烈阳 贫道我 父姓司马 单子民空 过江湖上 大伙台也称为我为南侠 哦 你就是南侠 司马老道长吗 不错 正是我 我也巴掌巴掌您 给药王爷您 珍珍酒啊 我不能广给您珍酒 日后您还得再陪再陪我 皆因为我于这个 饥荒之术上啊 平生酷二 我就靠这个医药学 但十方才看您 是一手术啊 虽然简单 盘笑之间 看着容易 实际这里的深沉大了 我打算在您的面前 还要跟您用用功 您交给交给我 这个医药学方面的知识 我给您真杯酒啊 聊一下 我说 司马空 我有多的酒量 喝三碗行了 还想跟我学能耐 不会换换吗 给我不多菜 我这好甘蓝啊 三杯酒一口菜没吃呢 打的把我关多了 这怎么着 怎么这么大的岁数 这点事不懂啊 让让菜呀 哦 无良婆怨我怨我 老人家您好吃什么 把把把 玩的吗 我够着 我够着 两边非说两遍 挨着往下 众位老侠这么一介绍 您怎么这都够身份的主啊 众星捧月 大伙儿左翼微忧一展 捧着聊呗 教练还真不小 正在大家伙儿高兴之际 门外的来人了 同委员 有人 上公馆要见的 谁呀 东奉庄的方的爷 哦 会宾的清歌 帮回方不林 来了 这有贵客呀 那么 您几位陪着点 我去接方的爷去 要王爷深层于蓝 别忙 什么人来了 东奉庄的 方奎方柏林 方奎方柏林 那有王你一人接去 不合适吧 你们都去 你们都去 我就别去了 客不接客 客不送客 他也是客 我也是客 我要跟着你们一出去 倒显着不对 原本没敢惊动您呢 但是把您一人搁这 合适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有酒有肉就行 来来来 师傅 师傅 这鱼啊 配鱼 你们几个都去 都去 从来说 收了 您把信带上来 叫的还怪劲啊 走吧走吧 大伙都接方的爷去 行 全出来 方的爷在门口站着 方的爷心里难受 但是二弟姐就等于死了一样 把木头庄的运回家 埋入到方家祖坟之内 但是大人这头 得顾 他庄上还有几位呢 您琢磨琢磨 老侠的爷十多十斤生 家俩徒弟 家古镇北 这几位重伤病员 全都在家 另外四街岭 还有金凤山山上的 人命不少 这都得由方的爷出头 跟当地地面上 协调这些事情 多少钱人命 不是一句两句话 能说完了 管花钱不成 但是方的爷心里边 也惦记这点 好没把家里的事 料理料理 赶紧就跟公管来了 你看 众位老侠都出了赢自己 自己的面子不小 略微寒暄 要么也在里边 什么药王爷 孙思淼 这不唐头人吧 将军烦事了 干嘛来的 给大人治眼呢 治了没有 治好了 啊 方得一听 哎呦妈呀 可算来了 高人把秦柴眼给治好了 这死的多着人呐 哎呀 真得治好了 连事业带书童啊 现在 俩眼都睁开了 一点毛布没有 你瞧 能来吧 我们正陪着喝酒呢 你也认识认识吧 哎认识认识 来来来来 可听见 跟我行事 你先见大人去 没有 先跟着奔饭听了 大家伙 同着方的爷往里走 呦 可了不得了 神仙就是厉害 没了 神仙的踪迹不见 方得一瞧 各个兄弟们 要往他老人家在哪呢 难道 我福宝 运小 不配荣剑吗 我没着造火 见不着他老人家吗 我要能见的 也是好的 净追老头 让药王爷给我震 我也是好的呀 哎 还真是 你要不说 我们还忽略 北霞说 我这喝半天酒 我这个 打五十岁这肩板 这五十肩就没好历史 我这都快俩五十了 早知道能给揉揉我 你这整块说 他哪去了 童林眼尖 童林一瞧啊 吃饭在八仙桌子底下之洞 是不是在这呢 一仙桌围着一条 嘿 小老道药王爷 在八仙桌子底下蹲着 你看童林仙良 怎么样 给方伯林走了没有 刚让进来 还没走呢 不是 憋着剑 不剑不剑不剑 我跟他没缘 不剑不剑 大伙一瞧 洪海川 总跟药王爷 接桌帘子在八仙桌子里聊天 哎 这怎么快说的 把他请出来 方的爷一听 对呀 我来我来我请 方的爷也 还有 童林一看 方的爷 那您请吧 方的爷伸手 把这个桌帘子 可就接过来 王里这么一探头 药王爷赶紧一低头 方的爷这么一瞧 告诉兄弟们 谁呀 要蒙接他的人家 给大人置眼的 就是他 我们大伙亲眼得见 刚才你们 陪了一块吃饭 喝了半天酒了 正隔着 他刚才坐哪来的 大伙一只正当店 他就坐这了 那谢如今 怎么跑这来的 听说您来 就跑那去了 那么现在 把他请出来 别请我 把他掏出来 什么字眼 要王爷 一千多年的神仙 掏出来像话吗 那可就别怨我了 我说你别让我废视 我要把你掏出来 你可脸上不好瞧 要王爷在桌 别打场了 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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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出去 不就忘了 你这么话说的 早不来晚不来 先这会儿来 出来吧你 好愿意 要王爷出来了 书龙代言谁呀 废视了 咱这套书俩好尊哥 一个好文尊 一个好尊 这俩名的差不多 前文书啊 好尊已经露面了 有外号叫淘气鬼 谁呢 方爹徒弟 宗凤光 打小 孤儿 跟着方爹一块 养大的 教他能耐 他也呢 姓好名尊 咋的挺漂亮 也叫尊哥 好文尊的小诊也叫尊哥 咱这套书的俩 好尊哥 都那么漂亮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皆因为 四节领这个人命 啊 那么 老爷子俩呢 看着 十多神经生这俩徒弟 哎 这个 万方啊 和王桓 但他出嘴去了 这俩人 跑了 跑到金锋山上去了 到金锋山上头 啊 火烧百五四 杀六和尚 回来 到了四节岭 石老侠这台兜皮于众 引动了和尚 行凶 把这爷儿仨 全给打成重伤 这些事情呢 都由淘气鬼好寸 神圣奇 方的爷急了 方的爷说 我让你看着 你怎么会冲嘴去了呢 那 恨他 当时要打 好寸可就跑了 当时方的爷 那急火攻心 哪儿孤单他 回来 我再跟你理论 方的爷呢 可就跟着上金锋山上 他得找着兄弟去 给讲理去 不说大伙 单说好寸 好寸一样考出来了 没地儿去 好寸往哪儿跑 一琢磨上舅舅家 舅舅是谁呀 舅舅是方大爷的舅 小舅子 哎 叫什么 叫醉玉池 单边匠 刘雄 住哪 住几十里地儿啊 有个大刘村 他呢 奔刘庄 大刘村 找醉玉池 单边匠 可就见着 刘雄 进门 叫大舅 老爷子很喜欢他的 老爷子为什么喜欢他呀 醉玉池啊 没孩子 自己的姐姐呢 嫁给 方家大爷 自己呢 跟方家二爷一块长起来 跟惠宾发行 时常的上山呀 找惠宾 请邀武艺 惠宾成名之后啊 你别看 幕后一切 没有他喜欢的人 除了自己那些徒弟 最得意 梁秀禅这女学生 别看没进入庙 对梁秀禅有好看 对同窗性有好看 再有就是醉玉池 他知道 自己嫂夫人的娘子兄弟 是个好人 所以对了刘爷 格外的另眼看待 那么所以 谁要问他点什么呢 他还是真教 奈何呀 刘爷有一点嗜好 就是贪悲中之物 你别看 一辈子没娶媳妇 也没后 哎 古老头一个 每天喝大酒 这身的骨啊 早就给掏空了 坏着了 但酒已经给泡糟了 所以在五学二字上 也就没有更高的追求 这练武练的 这一定份上 就进步不了了 但这把鞭也很不错 那么他们一孩子 他上方的爷家串门去 上姐夫家去 就看姐夫这个 干儿子这徒弟 哎 漂亮的小孩 好算长得好 曾经呢 就那么说过 以后这就算我儿子 我死了 不用别人 您这徒弟 啊 徒弟就跟儿子一样 儿子呢 儿子娘亲就大 我就仿佛他爸爸是 那么发送我就行 我不止别人了 一来二去呢 大伙呢 也就都这么认为 这人俩还真头皮静 所以他万般无奈 他跑到大舅家来 进门往这一跪 老爷子就很稀恨他 老爷子那么爱他 从来不让他上家来 为什么 他太样子 这淘气鬼都淘出圈去了 自己装当这些人呢 经常都被他耍弄 自己就喜欢他 别人一找他告诉他 他呢 狐独子 老狐独子 好多大伙有意境 所以刘薇这人 脾气梗子 喜欢不喜欢他 就觉得他 他一逃 逃出圈去了 一瞅他往这一跪 哭哭啼啼 老头子动心 你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你起来 把那瓶给我开 他这一天老没别的事 就喝 老头说 您还喝呢 都出人命 什么事 老爷子不要弄死我 我姐夫 不能啊 那救你干嘛呀 养了十多年了 把一身武艺交给你了 现在把你弄死 因为什么呀 还能因为什么 因为二叔 老二怎么了 老二他惹了大祸 他有个徒弟叫高飞 我知那孩子 我经常上庙里 能见那孩子 就是啊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他呢 可竟说是 会兵高飞的不是 他自己冲盹 没看住 万方分王还 他不提 刘兄弟没看罪鬼 刘薇一听这里头 你没什么责任呢 那我大哥 干嘛水白的 要弄死你呢 一定是惹了祸 老爷子拿着当儿子 行了行了行了 你甭跟我这哭 你还陪我喝点酒 睡觉 怎么样 没事 天塌不下来 天塌下来 要救救我呢 大家我可准琳的 他睡觉 刘爷爷坐这喝酒 喝着喝着一拙 这茬不对 这孩子没实话 来人 去趟东凤庄 见着我姐夫 说 他徒弟送哥在我家 问问 怎么办 让我姐夫拿个主意 我也听听这事 怎么回事 我是得送回去 还是让他跟我这住两天 手下的庄上的人的一听 那就这样 从刘庄那儿走 又问东凤庄 到东凤庄见大爷 大爷心里正急啊 多乱啊 一听说 这好尊跑了 自己都不知道 跑哪去了 跑到我们 大刘村去 上谁去 那还上谁去 上我们 大老爷子家里去 哦 少小舅子那儿去了 行 回去 跟我 跟他说 让他把这冤家给我绑了 送回来 我好好的 谢谢 那您把孙哥怎么样 那还怎么样 这是他与死地 他活不了 大爷是只着急 说的气话 其实那是个人后的长者 这实在是烦透 绝绕不了他 哎呦 这话往回带 行了 就这么说 跟刘雄庄说 啊 咱俩赶紧的 把这孩子给我绑回来 得嘞 刘家庄丁呢 是东方庄 又往回跑 跑回大刘端 见着 老爷子 把这话啪啪啪一说 说的刘爷 挺为难 这哥 人孩子大老远徒 问我来了 哎呀 我 把这孩子绑了 送回姐夫那儿去 置于死地 这才叫 我不杀 不忍 不忍 我而死 那孩子 犯家规 没犯我的家规 那孩子 招别人 没招了我呀 我何必到忍呢 要不然 我通知他 把他放跑了 远走天涯 我就跟我姐夫说 他跑了不就完了 别见 您老哥们 一辈子教育 是不是 辈子这孩子 您说瞎话 他犯不上 再说了 他真犯了错误 就得给他送回去 大爷还这么的 置于死地 到时候您跟着 我们大哥他一求情 乖起他两下 打他底下 骂他几句 出出气就得了 也只能这样 不过这孩子 不让绑啊 他可以嘎过 你要把他喊来 说一绑他 当然了 他会那两下子 我倒不在乎 我也弄得住他 咱家路都跑啊 跑完不会追啊 你们追得上呢 我们不成有您的 我现在追不上 我每天喝这酒啊 老是头重脚轻的 得想一闻脱的办法 把他捆上 那您说怎么办 您把他找来吧 就说我请他喝酒 我照照着 您把他灌趴去 穿醉包 你们还不会 您老人家的酒量 还是没得说 那我们 我就把他喊来了 哎 让厨房弄几个菜 平常他好吃什么 厨子都知道 去做去 让厨房 兼配几个好顺 平常爱吃的菜 家庭上屋子里边 叫好顺去了 顺哥顺哥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干嘛呀 老爷子让你喝酒 今儿老爷子生日 可您可真能斗 这一年老爷子过几回生日 那干嘛 年不年结不结的 今儿喝酒啊 那老爷子说了 给您家还要听啊 让您喝酒 我们能问吗 您就去吧 好吧 说北窝里出来 换好的医生 跟着家人到头 一看好 菜也摆着酒也昌德 老爷子醉一池 脸红不不 花了一池子啊 爷们儿 还在 舅舅舅我稀罕你 来吧 喝着吧 好啊 舅舅呢 喝 哎呀 这小威啊 舅舅喝着不错 咱俩换大碗 好换大碗 来 头号大碗 来 接着俩 你一碗 我一碗喝什么 老爷子练着 就喝了有十个碗 天旋地乱 没喝过这么些 你看好寸 谭笑风 喝呀 舅舅 坏了 我没把他换扒下 他再把我换扒下 哎呀 我不知道这孩子这么大酒量 他怎么不错 来 干 说干他可没干 老爷子 拿着这酒碗 挡着自己的脸 偷眼这么一瞧 感情啊 好罪也瞧他 留下赶紧一仰脸 可以瞧这好罪感情不喝 顺着袖子往里一倒 明着 是往这儿灌 实际不是 全倒自己袖子里 干 老爷子急了 我这十六碗下去了 可是你一碗没喝呀 啪啪 把酒碗喝呀 大胆的好顿哥 连大舅都敢骗 为马我喝你不喝 我怕喝多了 喝多了怕什么睡觉吧 不对吧 喝多了趁对 您拦家把我一绑就送回东凤庄了 你怎么知道呢 您咋嘛 那淘气管好顿多机灵 他能回去他的时睡觉 他没事他老在门房那儿猫着 这儿派人出去回来他都知道 他跟着夏书信的 送口信的这人 一直在老爷子窗户里 这夏书功夫都没得好啊 老爷子有点功夫天天喝 那知觉性啊 都麻木了 耳朵从眼不明的 每天就喝 他在那儿听窗户啊 老爷子不知道 这借炒菜的功夫他回去 咱们被窗户里都装着 把他喊了到这儿 一口没喝 不通往这儿这么一跪 笑笑 我们在危难之时前来投奔于你 您老人家 得了了我们老爷子 这个口信 那时间就应当把我换奖来 给我些路费银 让我远走天涯才是正理 方向咱们俩俩 有这么点的交情 哪知道您老人家 事到如今 打算把我将酒灌醉 绑回东盟庄大世界的 老爷子面前 焉由小子做根 我的命在 我尚有生就之情 您并没有生就 打救我 当初您还说 让我一把族把您埋了 我好罚恕您 现在我别罚恕您了 您老人家先罚恕我吧 您也甭了 把我灌醉了 您就让他们现在 把我一把送回东盟庄 面见老爷子 我情死也就失了 一气不成又成二气 淘气滚来个苦肉 你又哭什么 您在手 醉意吃流眼 哎哟 怨我咯 老爷子眼泪下来 你知道怎么过耳朵的孩子 我不是那意思 得了 事到如今 我就对不起 我姐夫一回吧 你说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这可是您说的 我说的 我也不宠您多样 您给我点银子 够我在外边躲个个月七成的就行 我也不远了去 百方十里地 我找地儿一人 躲个个月七成的 等老爷这气消息去 我回来找您 您领着我 给他请罪去 哎 这倒是主意 完了 那您跟我师父的说 我就说你跑了吧 来 给他拿点银子 真不少给老头盛他 给拿二百银子 还贼 舅舅 千万别远了 百个十里 到那甭管托谁给舅舅 带个信 舅舅好知道你在哪 到时我勾奔东奉庄 见着你 师父我姐夫 他的人家要有个松门口 我就接你回来 试试您放心 好顿拿这钱 顺大刘官肯就出来了 他一琢磨 办他这叫什么师 找了一藏身之所 把银子藏好了 他可就上了 金凤山 到金凤山 他可不敢靠前 您走不走 那都是夺得能为的人 暗含着 混在了群霞当中 他说他跟着谁去呢 就跟着九头弄金葵那伙子 人 趁落好几百位 他一小孩在里边不险 在里边一瞧啊 哼 这里边能人高 尤其惠斌自己的二叔 能为太大 鞭扫群雄 杀人不眨眼 又怕让方大爷看见他 暗含着又下金凤山 一琢磨事到如今 我竟然没处可去 猛然间就听着头去水响 我先洗个澡吧 把衣裳脱完了 他鬼啊 他是洗澡的时候 端别人衣服的主 他怕他衣服让人端了 一般人把衣服捆好 找块鹅懒石一压 他不离 他这一样得分散着个 藏衣上藏了四十多分钟 这才下水 哎呀洗涤洗涤 我近日的若干烦恼 在这个水里边乘风破浪 等一游 一会儿自由式 一会儿狗头式 一会儿杨勇 一会儿蝶勇 还什么全会 游的这儿正高兴 猛然间你抬头 面前飘了一小木匣子 这小木匣子我好像见过 哦我想起来了 想当初贴找药的高飞 身带解药八宝莲花路 落在东方光大时节 我把他这解药 可就要匡到手 没想到高飞鸡脚 差一点我就把他 骗到手里的 这小子把匣子盖上 才给拿走了 我怎么瞧 这小匣子就是呢 哎呀 这要是八宝莲花路 可该饶我不死 有了他 老爷子可就把我饶了 这才有假扮药王去救 亲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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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